总说好事 讲说好路 位于马来西亚巴生的这一所幼儿园 园长王惠玲因为认同禁思语 而将她融入日常教学 带动孩子一起背诵 这些对的东西 对的道理 一直在潜移默化地 让他们把它背起来 用在他们生活当中 孩子的态度就会改变 品德修养从小教育 团体生活鼓励孩子从中落实 当他们刚刚开始来学校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说把鞋子放好 就随脚一踢 所以孩子来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说 会把一些画面给他看 就是鞋子应该要怎么排 看起来比较美 除了在校 近四月也因为孩子而走入家庭 让父母一起成长 我在家里发脾气 过了过后他会跟我讲 脾气是短暂的发疯 会丑化了自己 他当场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做妈妈的很惭愧 好话一句就像一颗种子 注入家长孩子心中 成为学习路上参考的方向 待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导 地本来先启动 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